有两只小老鼠,个儿一样大,一只叫圆耳朵,一只叫尖尾巴,他们都说,我的胆子最最大。 圆耳朵说,我敢咬狗狗的脚腰,尖尾巴说,我敢咬狗狗的尾巴,尖尾巴说,我敢拔狗狗的尾巴,尖尾巴说,我敢拔狮子的门牙。 每次我去中国,去上海,我感到日新月异的变化,我感到非常兴奋,我感到中国大地的身兼勃勃和新兴向往,我想说,我骄傲,我是半个中国人。 好多美国人从来没有去过中国,好多美国人不知道中国。 记得我八岁的时候,我从上海回到美国,我跟我的同学说,中国是个好地方。 我的同学说,不可能,我妈妈是中国,是世界上最重的国家。 他们知道的中国是好多年前的中国,他们看不起中国,看不起中国人。 我记得的一次,我的老师在做黄河的时候,他说,中国人尿尿在黄河的水里,水就变成黄色了。 太多太多的傲慢与偏见,每一次我去上海,我想拍好多好多照片,发给我的朋友看,让他们知道美丽的中国。 我骄傲,我骄傲,我是半个中国人。 我六天的时候,我在上海上过两个月的小学,我在学校的超场上看着五十红旗升旗,跟着小朋友们一起唱中国国歌。 我喜欢唱中国国歌,我骄傲,我是半个中国人。 后来我学习世界历史,我知道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,有二十四个朝代,有一千多个皇帝,有中国古代伟大的四大发明,很多灿烂的文化。 我更喜欢中国了,是的,中国在我的心中,我骄傲,我是半个中国人。谢谢。